在东京上野举办大熊猫节 国宝来日50年 大熊猫是中国的国宝 但对日本民众来说 却也是团宠一般的存在 今天上野大熊猫节上大开幕了 自1972年10月28日 中国的大熊猫康康和兰兰来到上野动物园 到今天为止的50年内 共有13只大熊猫来到上野 或在上野出生 今天的看幕典礼上 日本的领导和艺人也来为大熊猫见台 从他们的交谈中 我还get到一个冷知识 原来大熊猫妈妈生产后 只会照顾其中一只幼崽 其他幼崽子只能由人工喂养 在今天的大熊猫节上 很多出卵餐位都十分热闹 有卖大熊猫T恤的 有提供中国美酒试饮的 有卖大熊猫尖角的 还有卖大熊猫炸鸡的 不管了 我先买盒大熊猫尖角尝尝 原来就是柠檬味的京都宇治尖角 最后 在这里还有日本活动上的保留项目 收集一张 只要去到三个不同地方 就可以收集齐全 这样一场在东京上野的大熊猫节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